昨天早上的這個畫面 當然也有很多的資訊開始慢慢釋出 包含了柯家人是不是一開始沒有開門 所以導致於檢連搜索柯文哲的住處 是一度受阻的 那後來發現柯文哲當時人還在睡覺 漏接電話 導致於辦案人員他是卡在門外 誤以為他不在家 但昨天的那一幕 也算是明場面了 柯文哲在門口大喊說 今天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主要在野黨 黨主席住家辦公室 跟中央黨部都被搜索 要求執政當局清楚的說明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證據 要做這樣的動作 真的有很多人看到那一幕 覺得慷慨激昂 或許阿伯真的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行的證做的辭 可是呢 楊明哥你要來打臉 哪一句話出問題了呢 應該這樣說啦 就是 時代力量的前主席 徐永明他當時是 國會辦公室跟他的 這個住處都被搜索 只是沒有收中央黨部 可是呢 如果用黨部加上 住處都被搜索的 這個 我們的這個 統處黨的前主席 白狼先生 張安樂先生 2018年也被搜過 所以 我覺得 柯文哲只要把主持換掉 他說今天是第一次 總統參選落選人 他的住家辦公室 通而被搜 就是第一次 目前總統落選的還沒有 因為總統落選就被辦 如果今天你要營造一個 因為我被落選說還要被秋後算帳 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他應該用這樣的方式講 就不會有問題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柯文哲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早上 這個民眾黨記者會 張祈凱委員講了一個很關鍵的訊息 他說本來今天 民眾黨的八個立委 跟柯文哲要去拜會AIT 今天 本來是安排今天要去的 那因為昨天這個搜索動作 所以就都取消了 那這代表什麼 他在訴求國際關注 接下來要打的是國際關注 這個在過去黨外 我跟你講以前黨外 尤其像美麗島事件 這些所謂的政治關 那個政治黑牢 最後都是國外的營救 說國際求救訊號 沒錯就會找國際特色組織 或什麼的 如果今天柯文哲真的被收押的話 最後要用國際 因為他說這是一個政治關押 所以現在可能他們會用這種 各式各樣的 那對柯文哲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過去這個陳水扁的 民間醫療小組的發言人 是他現在的不分區立委 那未來也許就會有一個 柯文哲民間醫療小組 然後呢 就可以直接成立 那柯文哲應該也不用 兼任召集人 那那就是之後他可能 比如說如果真的被 不幸被收押的話 他的身體有狀況 就立刻可以保外就醫 或什麼樣的方式 那這個 我記得之前我在節目講過 柯文哲要自救 趕快打電話給賴清德說 我不選2028 然後呢我巴西立委任你用 任你玩 現在看起來 恐怕真的要走向這個方向了 就是柯文哲現在是非常危險 我必須說他現在 他的處境 我們前面都分析過 他走到這一步 用政治攻防來對峙的時候 在司法上面 其實是非常不利 然後也是他不得不的措施了 也沒有什麼不得不 就是他就是覺得 現在看起來就是 對他很不利了 那我必須要用這個方法 我才能凝聚 而這個方法 短期內對民眾黨的團結 是有幫助的 大家都站在同一陣線 一起挺阿伯 挺柯P 相信柯P 可是這會有一個後座力 你要知道去年 應該說今年初 去年底今年初 他們民眾黨有一位黨員 他是用五黨集權立委 然後呢他在選前被收押 那時候是因為什麼 他通匪 檢察官是因為他說他是違反 違反反滲透法 把他收押進見 民眾黨當天開除這個人的黨籍 沒錯 開除這位黨員的黨籍 好 那問題就來了 過去民眾黨 開除收押進見黨員的黨籍 你被收押進見 就要開除黨籍 請問如果柯文哲到時候真的 碰到收押進見 一樣的條件的時候 你民眾黨要不要開除黨籍 這就變成民眾黨難題了嘛 可是現在民眾黨現在這個態勢 就不可能了 就算今天柯文哲被收押 一樣是政治迫害 要挺 所以要挺到底 那很麻煩的就是 以前你有過因為有一個黨員 他是被收押進見 就開始了 對 而更尷尬的是什麼呢 馬志威一審 反滲透法無罪啊 對 他一審無罪啊 對 所以當初 他最後只有被判 洩漏個資啊 他是因為拿了立法院的那個 那個通訊錄給對方 所以他是用個資法違反 個資法判他八個月有紀律 請問在民眾黨 因為個資法違反 所以要判八個月 就要開除黨籍嗎 那同樣的啊 就我一樣的標準 還是說民眾黨都要開一個 這個公開跟民眾黨 跟馬志威道歉 說不好意思我們黨 真的不應該收押你的時候 就把你開除 未來我們所有的收押的同事 我們通通都不開除 就從柯文哲開始 我說如果今天變成這樣的話 民眾黨他勢必要走向一個就是 為什麼要雙標 你一定要講清楚 否則你這個政黨 未來他你這個長期運作就變 柯文哲又變成目可你不可了 那這個就很尷尬 所以當然我們都知道 柯文哲才是民眾黨的真正的核心 這也是昨天他們 你注意喔 其實當柯文哲爆發這個司法的 就是說被檢調搜索之後 他們原本的那個請假 後續的善後的處理 就全部改變調性了 就不能選代理主席 為什麼不能選 因為現在誰 我們的主席有難啊 誰敢取而代之 這會導致裡面黨內更多的紛亂 所以呢 昨天他們決定的是叫做 弄一個叫做善後應變小組 危機應變小組 那這個小組就是由黨團 中央委員會跟中平會 三方合共同召集 那個概念其實就是說 現在主席還是柯文哲 我們只是共同 hold住現在的黨組織而已 所以在司法案件發生之後 現在他們權力 基本上就是保科 護科挺科 現在這個路線就是已經定調了 那這個路線定調 對柯文哲來講 就是一個把柯文哲的政治生命 跟民眾黨的政治前途放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生命共同體 那這個藝人政黨 一旦柯文哲 我說被收押之後一定會有很多 還沒有收押 我說他一定會被深押 但是他如果被收押 因為檢方一定會釋出他很多很多 不利他的訊息 那到那個時候對民眾黨 就會變成一個淋遲 你們為什麼要挺一個貪腐的人 你們為什麼要怎麼樣 最後你就變成是扁迷話 當年阿扁無罪 這個舊扁小組 你們就變成那樣的一個團隊了 那這樣的團隊 有辦法變成所謂的第三勢力嗎 而這巴西立委的影響力 就會越來越低 你要怎麼揭壁 你們的主席色灘啊 我講的是說 這個叫做 我現在講的是 未來可能發生 我不是說一定發生 但是民眾黨現在要思考的事情就是 如果黨內規章不夠清楚的 過去有一些潛力 你覺得不應該依循的 現在趕快講清楚 因為如果發生 當然對民眾黨最好的結局就是交保 就是柯文哲不管重保多重 一千萬兩千萬 反正他現在仇上有三千萬嘛 對啊 那所以這個 如果他今天是交保 那對柯文哲對民眾黨 相對來講是比較 比較能夠 對他的未來的前途 比較能夠繼續走下去的 只要今天進入到收押的 這個階段的話 對柯文哲對民眾黨都會造成傷害 而且是很重的傷害 而且這個傷害還沒結束 因為不會只有這個案子 現在看起來 北檢就是要把所有 就是包括什麼北市科 什麼什麼這些東西 全部綁在一起 要一次查清楚 對 所以我想這個 對民眾黨來講 這個叫做危急存亡之秋 這個政治的葉克模 現在又加了一座司法的葉克模 那就祝福 祝福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